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發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今天美股SP500正式突破4000點大關 最後收在4019 回顧去年8月 我第一次推出聊投資理財話題的時候 那時候SP500也才3443點 在過去短短7個月的時間 也上漲了將近600點 我很高興看到有些朋友 因為我的影片開始了你的投資之路 在今天我要更仔細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樣一步步踏入美股這個領域 以及為什麼我會選擇股票市場 作為我投資的主力 以及它到底難不難 相信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會對整個投資過程有一些了解 如果你人不在美國 或者沒有美國身份 就以為不能投資美股的話 那真的是大大相反 我待會都會跟大家解釋為什麼 不過在影片開始之前 必須先跟大家聲明 這些投資都是我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談 每個人的投資方式可能都有些許的不同 到底怎樣的投資對你最適合呢 記得要去諮詢專業的理財顧問 我相信他們能夠給你更好的答案 除此之外 如果今天的影片對你有一點幫助的話 記得在下面幫我按一個讚 因為你的讚是我發影片最大的動力來源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囉 Let's go 如果你有長期在關注我頻道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投資大盤是我最主要的投資方式 為什麼會選擇投資大盤 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的投資是為了退休而做準備的 所以這筆投資呢 將會是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時間 而美股大盤年化報酬率平均10%呢 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尤其當你投資幾年之後 他富力開始滾動起來啊 那個能量真的非常的嚇人 而在投資的第一步 只有你可以幫得到自己 就是必須要存錢 你必須要一筆錢 才能夠去做投資 我完全不鼓勵大家用融資的方式 來去做投資喔 因為那個風險真的太高了 我常看到一些觀眾朋友在下面留言說 我也知道要存錢啊 但是我賺的就不夠嘛 根本存不了錢 安卓這邊有一個訣竅可以帶給大家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表 這張表是SP500 如果你放10年 30年甚至50年的時候 他的投資報酬率會有多少 首先我們看10年 如果考慮通膨的話 他的年化平均報酬率是11.96% 也就是說 每當你投資1塊錢在市場裡 在10年之後呢 他會有3.1塊的價值 而如果投資30年的話 1991年的1塊錢到了2020年 他會有10.93塊的價值喔 更不用說 如果投資50年1971年的1塊錢 到了2020年呢 他會有27.12塊的價值喔 所以大家可以推算一下 假設你現在20歲30歲 我們投資30年 你現在的1塊錢 有可能在30年後 變成會有10塊錢的價值 而且這已經是考慮通膨之後囉 也就是說 你今天沒省下的1塊錢 在30年之後 他可能會有超過10倍的威力喔 所以我們在做任何消費之前 都可以用這個思路去想一下喔 假設我們要去買一杯 Starbucks好了 價值100塊台幣 或者4塊美金吧 在買之前 你可以先想一下 你願意花30年後 等同現在1000塊台幣 或者40塊美金的價值 去買這一杯咖啡嗎 如果想到這樣 你可能就會打消念頭 把這100塊台幣 或者4塊美金給省下來喔 日系月累下來 其實可以幫你省下不少錢喔 而且同時可以幫你訓練 判斷哪些消費是屬於必要 還是想要 這個思維可以用在任何的消費模式上 相信我這個做法非常的有效 除了存錢之外 開源也非常重要喔 如果你還年輕 不妨可以多投資一點在自己身上 不管是多兼職一份工作 或者花時間去拿一個有用的證照 這些都是短期之內 可以快速幫你累積投資子彈的方式喔 所以呢 存錢絕對是任何投資的第一步喔 不管你是要投資股票 投資房地產 沒有一筆本金 你基本上是做不了任何投資的 而投資的第二步非常簡單 就是來開一個投資賬戶了 如果你在美國的朋友 只要有100塊啊 就可以選擇我下面的Weibo 或者FirstTrade 目前Weibo只要你存100塊 他還送你兩張免費的股票 最高可以價值1600美金喔 我自己是曾經抽到價值143美金的啦 不知道大家運氣怎麼樣呢 如果你要存的稍微多一點 可以考慮開TigerTrade 目前TigerTrade只要存1000塊以上 除了送你兩張免費股票之外呢 還會送你其他的現金bonus 而沒有美國身份的朋友也不一定要透過 付委託的方式才能夠投資美股喔 在台灣的朋友 你們一樣可以開FirstTrade TD以及嘉興銀行 這三間銀行呢 他們交易都是不收取手續費的喔 不過你們還要考慮到換匯的手續費喔 所以一般來說是一次換多一點 會比較划算的 但我非常建議沒有美國身份的朋友 一定要投資美股喔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萬萬歲的國家嘛 像我們這些股票上賺的錢 當我們在cash out的時候 這個資本利得的部分呢 都是需要繳稅的 當然根據我們持有的時間 有沒有超過一年 以及我們當年度的收入 會有一些些許的不同 不過如果你沒有美國身份的話 資本利得這一部分啊 你是不需要繳美國的稅喔 美國這邊它只會扣你股票配息的部分 大約30%左右的稅 所以你只要選擇配息不是那麼高的股票 基本上在稅率方面呢 你就不需要考量太多 而因為台灣跟美國並沒有簽署稅務協議喔 所以才會扣到30%這麼重 其他有簽署稅務協議的國家扣的就更少了 大概只有10%到15%之間而已 但美國會扣的都只有配息的部分 在資本利得也就是股票本身所漲的數字呢 美國這邊是不扣任何稅的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優惠 即使換匯需要一點手續費 我覺得都非常的值得 所以在這邊提供這個訊息 給沒有美國身份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失這個良機啦 當你有了一些錢也開了戶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選股了 如果你有興趣不妨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在裡面有跟大家分享 我的選股觀念是怎麼樣 如果一開始投資金額不高 我是覺得不用選的太分散啦 專注投資每股SP500 ETF就可以了 關於追蹤SP500的基金 市面上有非常多家 並沒有說哪一家特別好啦 因為他們追蹤的是同一個標的 所以呢表現也是都差不多的 大概只需要比較他的手續費 但差異也不會太大 所以呢只要是大公司出的 我覺得都OK的 而如果你投資金額比較高的話 就應該做一點資產配置了 這是一個降低風險 非常有用的辦法 在這部影片裡面 也跟大家聊的比較多一點 那部影片的投資方式非常的簡單 我分別在去年的6月跟11月 投入了兩筆金額 總共6萬5千塊美金 到今天為止這個賬戶 我沒有做過其他任何交易哦 而賬面金額也來到了快要8萬塊美金 獲利將近1萬5千塊 就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 所以誰說投資大盤就不能夠賺錢的呢 在這邊我會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會選擇投資大盤為主 而並非個別的公司股票呢 首先第一點 這筆投資我是要拿來做退休使用的 所以一旦我進場之後呢 大概會放個20年 甚至30年都不會去動它 但是投資個別公司的話 2、30年可能都已經豬羊變色了哦 歷史上有太多血淚的交響擺在面前哦 例如說在20多年前 如果你投資Nokia 他在2000年泡沫以前一路飆漲啊 到了限值的61塊左右 但你知道嗎 到現在他一股只剩下4塊錢 如果很不幸的 當時你是選擇這支股票做長期投資 幾乎可以說是血本無歸啊 更不用說像台股的HTC 他在2010年從不到400塊 只花了一年的時間 漲到了1300啊 在那個時候誰有想過 他的股價會掉到只剩31塊 所以投資個股並不是不行 但是我們必須要花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來去研究這間公司的背景 以及他的獲利狀況 而我再說一次 這筆投資我們是要拿來做退休使用的 所以呢 風向一不對該跑就要跑 不然最後可能會搞到血本無歸哦 但這往往也是最困難的一部分 因為針對個股呢 有太多分析的方式了 市面上有這麼多的分析師 沒有一個人可以保證 他的分析是100%準確的 以特斯拉為例好了 看好跟看壞的比例就將近快要一半一半了 那身為投資人的我們 到底應該要相信哪一邊 最後我們大概還是選擇 我們想要聽的那一邊嘛 但萬一萬一我們猜錯的話 那怎麼辦呢 大家要記得哦 我們這筆錢是要拿來退休使用的哦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擇投資大盤 ETF作為我的投資主力 雖然短期之內 他的績效可能不如這些標股這麼搶眼哦 但是拉長來看呢 我所需要投入的時間成本 以及心力將會少得非常的多 而在投資幾年之後 他富力滾動起來的力量也將會非常的龐大哦 但大家不要誤會啊 我也是有購買一些個別公司的股票 只是在我頻道裡面比較想要跟大家推廣 能夠穩健並且長期的投資方式 讓大家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專注在自己本業上面 我覺得這樣會比心情隨著股市 每天上衝下棋啊 像三溫暖一樣來的踏實的許多哦 而接下來當你選擇好投資標例之後 這個步驟算是最簡單的一個步驟了 就是買股票 我這邊用Weibo為例 你只要選擇你想買的股票代碼 以及你願意接受的成交金額 還有就是你想要購買的張數之後呢 就把這個單子送出去就可以了 購買大盤ETF 我是建議大家不需要去做什麼猜測啦 因為我們這個投資呢 是要做20年甚至30年的 如果現在給我一個機會 可以去買20年前的SPY呢 我才不管他是哪一天的 即使是他當年最高點 我還不把他給買爆 對比現在一股400塊 那個時候最高最高也就才150幾 所以如果要做長期投資的話 現在是不是在歷史新高點 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張表 在過去60年的時間 SP500他突破歷史新高的時間 紅色的區塊 就是他突破歷史新高的時候 所以過度的猜測進場時期 可能會讓你錯失掉上漲的機會哦 而錯失上漲的機會 後果會有多嚴重呢 大家可以看下面這張表 這張表是從1980年到2018年哦 假設你在1980年 放了1萬塊美金到市場裡 如果你什麼事都不做 到了2018年呢 你的1萬塊會變成70萬8千多塊美金 但是如果你錯過這30幾年內 上漲最劇烈的5天交易日的話呢 最後你的賬戶會只剩40萬8千多塊哦 這只是錯過5天的結果哦 如果你很不幸的錯過50天的話呢 你的賬戶會只有6萬2千多塊哦 對比剛剛的70萬8千真的是差太多了啦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去猜測市場 不然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大家不妨去YouTube 或者Google上面做搜尋 中文英文都可以去搜尋 股市泡沫 或者Stockbubble 我相信呢 可能早在半年多以前就很多人在講泡沫要來了 如果我在半年前因為害怕股市泡沫化而測出我所有投資的話呢 也就是說我這半年的漲幅通通都吃不到啦 這個對我的損失可就非常重了哦 但股市泡沫化會不會發生呢 我相信是會的只是我們沒辦法預測是什麼時候 以及什麼情況之下被觸發的 有可能是明天可能是明年 甚至可能是三五年之後 所以我們對付泡沫最好的方式就是重複剛剛的步驟 不斷的存錢投資存錢投資 大家回頭看啊 其實你會發現最賺錢的投資就是股票市場在下跌的時候 在這邊我也證明給大家看我自己呢 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我在3月初的時候才剛做過一次加碼的動作 並不會因為覺得現在股價很高 或者隨時都要泡沫化而影響我的投資紀律 如果要做長期投資 一定要記住一句話 Time in the market Beat time in the market 長時間的投資 是會勝過猜測市場的投資方式 但我再次強調 投資個股沒有什麼不好哦 如果你跟我一樣不想要花太多的時間 去研究一間公司的背景 研究它的財報 這種長期投資大盤的方式 可能會是最適合你的 更何況個別公司的不確定性相對高的非常多 像是一些政治因素啊高層的一些錯誤的決策 很可能 就會讓這間公司 一去不復返了 而投資大盤 尤其像 SP500 他已經幫我們做了一個去無存精的動作 基本上 能進到名單裡的公司 都不會是太糟糕的 會不會是最賺錢的 很難說 但是呢 相對他的財務啊 這些都會是比較健康一點的 而且 SP500 每一年都會做名單成員的變動 像 特斯拉就是去年才進到 SP500裡面的 也因此他幫我們省去了尋找好公司的這個步驟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擇 SP500的ETF 作為我主力的退休投資 最後最後還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如果你選擇的證券商 他支援配息自動再投資的話呢 記得要把這個功能給打開哦 他可以讓你更輕鬆的去達到負利滾動的效果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也不是那麼糟糕啦 記得每一次再投資的時候 把這些配息呢 放到你的再投資金額裡面就可以了 今天影片就先跟大家聊這邊 希望我的影片能夠幫我的觀眾朋友 提早達到退休的目標 雖然我自己還在努力中 但是我覺得 應該離目標不遠了 看到這邊的觀眾朋友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哦 當年我退伍之後來美國 我那時候英文真的是爛到不行 上語言學校的時候 我是被分到從過去分詞這個level 開始學起的哦 大家都知道我的英文有多爛了 但過去幾年 我也是在全英語的環境之下 創業跟工作一直努力到現在 所以相信自己 如果我能做到的話 你也可以做到 如果你還很年輕 就先從第一步存錢開始 越早開始投資 他的力量就越大 二三十年後 你一定會非常感謝你自己做的這個選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記得在下面幫我按一個讚 你的讚對我來說真的非常的重要 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分享我的影片 給所有也想提早退休的朋友 我們在下一次的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關電動車 投資理財相關的話題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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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